大家午安 我是王立貝 Lisa 我们的版大部分都认识我 我今天会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如果你加入这个版 加进来 可能我们刚刚那个 Stayman Share 他会帮你们做Facebook的登记 有什么问题 只要你上版呼叫一下 Lisa我有问题 赶快问 然后我随时都会在版上 会跟你们解答 那今天呢 我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一年四季 农作物就是 春波下根秋收东长 所以现在是秋天 就是我们在收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当然不是一定的啦 因为这个是有 关我们整个地球 整个气候 那今天呢 就是应我们 这个版的版主 版老大 他就说现在他开始在收洛神花 那我经常在版里面 po一些我做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家种的东西 那我是从Facebook过来的 对 Facebook就是中加州 那有人不知道Facebook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Facebook在哪里 不知道的 不知道 OK Facebook在优胜美丽的三下 Sequia的三下 King's Canyon的三下 全美国唯一一个城市 后山有三个国家公园的地方 全美国最有钱的地方 联邦国税局 你们所有的钱都要交到那边去 开玩笑 对 联邦的那个国税局在我Facebook 很多人开公司啊什么的 写税单什么的 寄出去都是Facebook 就是在我们那边 OK 好 那我们今天讲洛神花 一个 洛神花怎么栽种 告诉大家很容易 怎么很容易 只要你有指 那洛神花是一年生灌木 基本上是一年而已啦 有的人说我可以两年啊 不错 第二年会不会长 会 多不多 不多 就是每年都要重新种 重新种呢 怎么种 只要你有指 其实他问说我们那边很冷耶 可以 只要你试剧分明的地方都可以 指 泡水 OK 一天 第二天呢就放在苗床 什么叫苗床 你也可以这个东西 也可以当苗床 你也可以整片的土 然后一棵一棵放 每天给水哦 因为他那个纸刚放下去 一定要水 那每天给水 大概一个礼拜就这样子了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为了要来上课 我就很用心 你其实现在的洛神花 是这么高了 有的比我高 有的跟我一样高 有的比较矮一点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现在 现在那个种植是 大概是这样子 一个礼拜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 两个礼拜前的 有较较较较 这个是一个月以前的 一个月 那你种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移到地上面去了 那你移到地上面去的时候 它会继续长嘛 对了 我刚刚忘记了 是什么时候播种 春天嘛 我刚刚种春播 对不对 春天播种 到了大概 你说一个月了嘛 它就这样 你种到地上面去 那春天是什么时候 我们日历看起来 立春 那些就是春天 要来的就是立春 入春 入春都在什么时候呢 入春大部分都是在 好像二月 二月五号 或者二月六号 几乎啦 因为节气都是看阳历的 我们的节气是看阳历的 入春 入春一般有时候在过年前 有时候会过年后 因为它算润年不润年的 你种下去 既那个外面很冷很冷 你觉得说 你晾得要死 在外面它一定发不了芽 你一定要在室内 室内最好是 可以有阳光照是最好 在头 照月你摆 在头照月你摆也要有亮光 不要说我要把它盖起来 或者是怎样 外面是太冷了 我们立春还是太冷了 不管你在哪里 除非它是热带 热带就会外面都很热 所以就种是这样子种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种起来了 就开花了 OK 种起来了 刚刚我这个图 有一点 有一点 倒过来了 先开花 然后再来 这一个 花的地方 这一个地方 这一个就是花 花掉下来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 这样子 就小小朵 它这样其实很小 你看图片很大 其实小小朵而已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慢慢长大了 那它刚刚掉下来的时候啊 等一下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我再回到原来的那个 OK这里 OK 刚刚我说 这个 掉下来以后啊 它就会成这样子 这样子 开开的 但是它开 开差不多一天而已啊 它就会合起来了 它就会合起来 然后合起来了以后就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就合起来了 你看它是很大朵 其实它是很小朵 我告诉大家 它是很小朵 那刚刚有人采给我啦 这个是很小 就是大概就这么大朵而已 这个 你看它 花掉下去就变成那个 这个是花鳄 花鳄 我们吃的呢 就是吃这个花鳄 这个 他们说洛神花 这个叫花葵 因为它是井葵 井葵科 这个东西 那它会很大很大朵 到了要采的时候啊 是这样子 那当然应该是前面的 要采是前面的 这个 这一个 已经微微的开了 就像这样子 这样开起来了 就可以采了 开花到采三个礼拜 基本上它就会这样子 你要留它 它会大没错 但是不一定会再大很大 那花呢 它从最下面的第一朵 会多大呢 大到这样子 跟鸡蛋一样大 这个是一张照片啊 因为我摆在桌上拍 我儿子就帮我 弄个一个白色 它不是合成的 它是一张照片 大到跟鸡蛋一样大 这个鸡蛋是 Jumbo的鸡蛋 我发现它很大 它长在哪里呢 我看一下 等一下 这个是后面的 它长在这个最下面的 这个是从下面长 起来的 越下面越大多 但是你不能给它那么大 因为你给它那么大 上面的就长不大了 就这么 都这么小 这么小 所以你看到最下面 那个长起来了 大概三个礼拜 最多给你四个礼拜 你赶快踩下来 那你踩下来 一粒两粒 我要怎么煮啦 我打起来 打一半粒就不够了 怎么办呢 冷藏 冷冻 冷藏当然也不要 没有办法 它会 除非你是要烧茶 不做蜜饯 不做加工 也是烧茶 当然烧茶 我就刚刚给你喝的 很抱歉 那个是去年留的 也很香 因为晒干了不怕 因为现在我还不够量 可以煮水 所以你们喝的这个 那等一下你们有蜜饯 就是今年的 我做了那蜜饯 那蜜饯也可以当果酱 就涂面包什么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怎么做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说的洛神花 怎么栽种 栽种它很容易的 要不要回料 要不要水 要回料 但是你要放什么回料 不care 你不要太多回料 它回料不需要很多很多 很好种 然后它枕株 OK等一下 我跟大家讲 它枕株 这个叶子 可以当酸菜草 它的味道是酸的 这个叶子 缅甸 它们大节日 拜拜 就是这个是 只有 像我们小时候 吃粿 吃亚 什么的 都是拜拜 走趟吃 它们是 拜拜才能吃到 这个叶子 这个炒肉片 煮肉片汤 煮什么 反正就是酸菜 它是酸菜的 草的话 可能你要 采任叶 当然你也不能 采太多 因为我们植物 是要光合 那光合是靠叶子 所以你说 长得太密了 都不开花 怎么办 我们叶子把它采一些 因为营养分 都在叶子上面 所以你就要把 叶子采一些下来 采一些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菜 你不要丢掉 它整株都可以 可以那个 我这里有一本 叫做 药用植物图鉴 它里面就有介绍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 等一下 我给大家看 OK 不同期 那我们怎么确定 那三年来哪一朵 OK 你看到 你如果去 你一定每天都在园区走 你不可能 你种下去 我一个礼拜才来看你一次 一个月才来看你一次 不可能 你看到说有 开花起来了 我第一张图有花 花谢花落 一日间 我没有作诗 我不再作诗 我是告诉你 葵花类的东西 都是一日间 你们注意到秋葵 有没有人种秋葵 一日对不对 早上开下午谢 对不对 花开花落 一日间 它早上开了 你下午就会看到它瘦掉了 明天它就掉下来了 风一吹 它也会掉下来 那个就是 从那个时候 你就 就是那个花二 然后你开始算 今天 你记不起来 没关系 反正我好几个礼拜了 可以采了 就看到它那个花 这样微微的开了 你就把它采下来了 这个今天有一个版友 因为我都采下来做蜜饯 我没办法 我虽然种很多 整排都是 但是我不够 我要做给大家吃 所以我就不够 我请人家来拿过来 我的是没有这么红 这个可能你们这边种会有这么红 我的那个品种可能不太一样 不是 错了 还是要去采它 柳种 我等一下会表演给大家看什么柳种 OK 这个就是我刚刚介绍给大家的 它叫做 锦葵科 它是一年生的灌木 我们用的是果实 它蓬大的这个东西是花荷 这个是花荷 这是这个东西 我会PO这一个 因为这个太小了 大家都看不到 我拍这个给我儿子 帮我弄这个 它的整棵树 利用部分整棵树 叶子 梗子 果 都可以用 连花 这个应该是花 那花可以做什么 花也可以泡茶 你掉下去的花都把它捡起来 晒干了 它也可以泡茶 但是不会酸 很棒 它有一点点清香 秋葵的花可不会泡茶 可以 我告诉你 秋葵的花 在大陆 一斤 五百公克 一千块的超壮 他们说是超壮 就是人民币 一斤 秋葵的花 他们有一个 好像是台湾人 我看的那个节目 好像他到好像是在 我记得 我记得在很偏延的乡下 他就跟那个政府买了很大一块地 就专门请他们的工人 每天太阳下山前去采花 把它拔起来拔起来晒干 结果我看完了以后 我家的所有秋葵花 我全部留下来 我一斤可以买一千块 五千块台北 不知道啊 现在就是不知道 现在要把我买了 开玩笑啦 或者是你在喝 没有啊 你在喝的时候 这一杯五十 这一杯 我不用花钱 是 花 我刚刚讲的花 他花 这一个 第一个应该是花 这个利用部分 就花 叶 梗 这个 连 连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果实的意思 那它是热带 亚热带 非洲 它是 它是说热带地区的回沃突然 其实 就是说 你寒带 其实寒带也有夏天啊 只是它你要发 发那个苗种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然后你采收的时候 可能你正在采收 它就冷了 你就要去克服那个天气 好 那 这个是再种的部分 然后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给你们看两分钟的影片 它除了这些可以食用 它有什么营养价值 你们两分钟 王朝东教授 在根底落成花的化学成分中 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花青线 和多分的产量到文质 实验室里面将落成花的追击物 变加在百度的质量中 十分后发现 这些物质在图子身上 导致了保护 这些物质在图子身上 怎么并且愿意 这些物质是什么 你的物质在图子身上 我的水 我的水 没有 我在那边 没有 我在那边 有你这个漏洩的话 保险它 您用这些物质 我用这些物质 或者一看三个手 可能一看三个手 像三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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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扯的 那我们发现 我发现 冲物质 你看三个手 我的就好了 这就好了 我按开 所以很远远的意思 开心 先回顧 你们看得到吗 要不要关灯 可以 可以 请不认识 转成落神化液剑 开大 不算的保健效果 我们把温度的热门 因为落神化液还有非常高的抗氧化剂 那它的抗氧化剂数的不深 当然讲的原的茶酸以外 它还有多分类啊 放清素 之间的含量都很高 那抗氧化剂对我们体内 又有很大的功效 它的清理源 扫酷者 把我们身体内 比较不好的物资 比如说我们的自由基 把它扫掉 那自由基 会造成我们身体上一些 它会攻击我们的正常细胞 那我们正常细胞 一旦受伤 就会造成一些病变的产生 所以它有这么好的功效在 OK 好不好用 好用 很好 这个东西很好 好东西 对 真的是好东西 OK 然后呢 好 这个就这个 OK 洛神花的梗 这个花梗 很硬 你用手掰得下来吗 掰不下来 你手会受伤 会碰爬 会痛 但一定要用剪刀 把它剪起来 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啊 这个花二你要用 要怎么弄它 这个也很硬啊 这个也很硬啊 我有人告诉我 我们剖刀奶茶那个就给它弄下来就好了 你要弄几支啊 因为那个塑胶管是很软的啊 它也很硬 它没有办法弄 对 所以我呢 有一种东西叫做洛神花神器 这个叫洛神花神器 它是柠檬取枝的东西 我在美国看到的是塑胶的 塑胶的不太好用啦 也可以用 我妹妹就用到手也痛了 后来我们家姐姐 她要表演 我们肖师傅还可以当助手 你看就这样子进化 给大家看 这样子然后把它弄进去 把它用力 也不用很用力啦 转 一转下去 就会这样子了 然后就拿出来了 拉出来 拉出来 就直接可以拉出来啦 对 啊你甘虎了还没错 没错 也可以啦 把它吐出来就好了 吐出来就好了 刚刚有人在问 啊我要流肿啊 我不要拿出来啊 对啊我来看 OK 我来看怎样流肿 等一下 OK 这一朵 这一颗啊 这一颗就是这一个 你放多久啊 你可能放在窗口底下 大概两三个礼拜 它就打起了 打起它就裹起了 打起它就有这个纸啊 只有这个纸 对 就这个纸 所以你说 你要留纸 不要踩它 哦 好可惜哦 那你不留纸 你也要用 你也要踩下来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是果胶 果胶啊 好我们踩下来以后呢 你就不留肿啊 可以煮就是不能留肿了 你这整个整个这个把它打扁一下 然后烧开水 2比1 好 这个你如果踩下来 你这个有一磅 你就两磅的水 烧烧它 滚了以后关小火 然后煮个半个小时 它就会咖咖 黏黏的那样 那个果胶 果胶干嘛 果胶做果酱 做面剑 好 如果你通通不用这个东西 这个我通通要留下来做种 可以 你煮不去啦 你家有多大 我们家有30A个 我就煮不去啊 我都要送出去 一年都送 多少啊 可能我自己都 都没有办法算 哪一次踩下来的话 这么一大包的纸啊 我们家如果 一百A个来自然症的气味 但是我们没有啦 我们是 种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个只是说 我们也对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小孩子也不要出 我们家里有小朋友啊什么 也不要去买饮料啦 他真的是很好 对身体好啊 也好喝啊 你可以做冰棒啊 也可以啊 夏天 你秋天收嘛 冬天长 你就 你就 夏天时候你没有啊 你可以 把它那个晒干了 你就烧 烧水 做饮料 做冰棒都很好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加工 有币有座的人吗 不然就手机拿起来买 来请问 现在种是不是已经凸累了 当然啊 当然啊 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 我要上库 我一定要有东西 来让你们看 来请问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三个礼拜踩 那要留肿的那一颗 是不是可以晚一点踩 不用 你刚刚还没有听我懂我 你踩下来 没有啦 你踩下来 你这个留 留这一个就是肿了 不会啊 它你已经熟了啊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都已经熟了啊 啊你到时候 它就是会变成 我刚刚给你看那个花 这样爆开 它的纸就熟了 除非你好像好小 它还躲在里面那个 那就没熟了 对啊 你要给它时间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啊你忘记 五个礼拜没关系 但是它会薄掉 会很薄的哦 它会变成很 变成薄掉 它没有厚 我们台湾的洛生花啊 不知道地形啊什么的 你去台东看 它的厚度 都是我们这个两倍的厚度 做蜜饯好脆好好吃哦 你们刚刚吃那个没有很脆 因为很薄 啊我 我这一次煮的有一点 有一点散了啦 因为我是把它冷冻 一直收集 一直收集 嘿 你们有手机就把它那个 它这个是比例 这个是比例 洛生花一 麦芽糖一 砂糖二 水四 你要甘草片 甘草就会增加它的提味 那你如果没有麦芽糖 砂糖可以三 你煮到最后也是会粘稠 就像这样子 但是你在煮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水的那个量是蛮多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水 那这个水要做什么 这个水就是我们做烏梅汁的水 就是蜜汁 你煮 因为你把所有的材料都放下去的时候 你糖就很多了嘛 然后你捞起来这个蜜汁 你就再加梅子 加水 你就成了这个 对 你如果你们没有笔啊 手机把它拍下来 这样 有没有不了解的地方 可以哦 还没还没好 给你们看 那那个干草片啊 你在煮这个蜜饯的时候 你也可以拿出来煮 跟这个一起煮 你不要那个蜜饯里面有干草片也没关系 因为我这次是没有拿起来 没有那个果汁那个没有拿起来 那还有呢 还有一点 我们晒干了 刚刚有那个晒干的那个 你下去煮茶的时候 不是这个新鲜的 煮茶的时候啊 你会把那个撈起来嘛 你撈起来要丢掉了对不对 不用丢掉 你还是可以做蜜饯 做果酱 因为它煮茶了以后 会好像不是说软软 会做得软软这样啦 你就把它弄到果汁剂再打一打 也可以什么 你就可以再继续做果酱 就烧那个洛神花茶就可以再做果酱 OK 那这个洛神花的部分也差不多这样子 那我刚刚 刚刚没有 对我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 这个 这个就是就是蜜饯的那个 我在煮的时候啊 我就撈那个水 起来煮茶 颜色都不会变掉 都不会变成淡一点啊 或什么的 你就可以都很漂亮 好 那这个都是洛神花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 姑娘 姑娘 舒散嘞 我的脚子嘞 不是你 我也是老太婆 你不能叫我姑娘啦 是 是 OK 现在要做柿子吧 做柿饼啊 好 来 哇 饰饼要什么 所以我们美国的饰饼 不是美国啦 台湾的饰饼用什么做的 什么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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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饼 草饼 都很笼统啊 要一个东西 有 不对不对 草饼啊 不对不对 草饼啦 不对不对 对啦 是草饼 对啦 它叫做五心肌 流心肌 在新竹的新峰 对不对 新峰那边 苗栗那边 它有点像什么 你知道吗 等一下 有点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比试 短短的 叫做哈西亚 哈西亚 哈西亚就是这种的 这种的 这个都是哈西亚 这个叫做夫友 这个可以做饰饼 可以 这个也可以做饰饼 OK 那 饰饼第一要件就是 下皮 把这个地头 OK 这个地头要留着 然后呢 我讲话 嗓门很大 你们都听得到嘛 对不对 要不要麦克风 不用 好 OK 把这个拿掉 这个拔掉 然后最好就是踩下来 不要当天弄 当天弄很难用 你放着给它封干 两天三天 它就封干了 它会封干掉 然后就拔掉 OK 叶子拔掉 这个留着 这个留着 这个对 梗留着 这个地头的梗留着 它不会掉的 它不会掉 然后 然后 这样子弄掉以后 皮削掉 OK 现在这个 给你看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OK 你看这个 OK 你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一个 这一个 OK 这个就是 这个绑起来 绳子啊 绵绳啊 什么绑的一串一串 这样 你就绑绳子绳子绑好就把它挂起来 这个东西 挂起来多久 挂起来大概两个礼拜 它会软掉 这是富佑的 肤脂的 这个是富佑 富佑可不可以做 可以 可以 富佑是你 你 摁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核心这不行 这个要脱色 那一般这个是脱色以后 或者是你放个苹果包个塑胶袋 它会软掉 你就变成在吃软柿子 那个做饰饼 肉很多 日本人最爱 你知道吗 那个Torrens的一个日本店 一磅卖多少 一磅卖25块 这个 所以你就是这样做 做完了你就把它吊起来 吊大概两个礼拜 一到两个礼拜 要通风的地方 所以你要注意啊 你一定要盖啊 会啊 会有苍蝇 要盖 然后呢 你通风的地方 吊起来 有的人说 我吊到我的窗口下 也可以啊 没问题啊 只是要通风 不通风会怎样 生股 会生股 有人说 我吊两个礼拜 拿下来都立搜的 我说立搜 你满下来就立搜的 你皮线没穿起了 他说不是啦 我满下来是橘搜的啦 现在整个都立搜的啦 我说你拿去做肥料好 做厨余啦啦 不能吃 一定要通风 然后两个礼拜 你就拿下来 做什么动作 按摩 你要按摩 那肤油的话 是扁的 扁的你就只吃这样而已 这个哈西亚就藏的 你就把它捏捏捏捏捏捏 捏好了以后就藏的了 不要弄扁哦 它是藏的 你在日本店买的饰饼都是藏的 去日本买的饰饼也都是藏的 就是尿尿尿尿 你整颗藏的都可以吃很好吃 不是说一个底头很大 这样都不会 然后呢捏捏捏捏捏捏好了 你就放在篮子 也是下面通风 或者你有干燥机 也可以吃下去干燥 干燥完了以后 人家问我说 为什么你家的柿子有 有白白一层 白白一层是什么东西 糖霜 就是柿霜 柿霜对我们人体也很好 像我这样子演讲 到处演讲 因为我们23号那天 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我们萧师傅 我 我们都在旧金山湾区那边 也有一场演讲 你一直在演讲 一直在演讲 那你就是那个 那个四双泡茶喝 就可以疏散你的喉咙很好 有一次 不用刮啦 你就这样把整颗柿子泡一下 那柿子也可以吃 只是有一点甜就是了 有啦 那个中药铺有可以买到四双 可是很贵的 台湾算两还算钱 一钱好像三百几百 很算很贵的 那个是刮下来的没错 那有一次呢 我就是拿那个饰饼这样子 那有四双 然后有一个说 老师 你那个饰子都发霉了 你还拿来卖 旁边说 你是白了不白了 那不是啦 白白的不是 白白不是发霉 白白是四双 怎样形成那个四双 放冰柜 对对对 冷要夜冷的 越冷 它结着双夜扣 当然当然 但是一定要保存好 不要受潮 冷藏就可以 不一定要冷冻 冷藏它就会慢慢一直 只要是天气冷 我们这个 这个是我们 Fresno那边 有一个客家人 他是苗栗来的 他们种 应该有四五十个A个吧 就是每年都在卖这个 这样子 我家是没有 但是我每年都是在他们那边一进一出的 怕走咖 所以我就把它拿过来 跟大家分享 不许 问一下 我今天在网路上 教就说它是放在室内窗口 有通风的地方 要放一个半月才做成这样子 这样子好吗 放一个半月 没问题啊 不会太久吧 不会啊 那太阳算是比较快 没有 我跟你讲 为什么叫秋收 秋收就没什么太阳了 没有什么太阳 都是阴干 没有问题的 不用担心 只要不要受潮 通风 是要放在太阳底下 晚上白天 都放在太阳底下 基本上是是啦 是对啦 但是晚上有露水 大部分都会收 因为露水就是会受潮 他们都会收 在台湾也是会收 没有人放在室外过夜的 你那个尖底的那个要销皮吗 要 OK 全部都销 销到这里 全部都要销 销到这里 好不好 什么品种都一样 其实柿子是什么 你要说什么柿枝啦 柳枝啦 什么枝 全部都可以做柿柄 全部都可以 柿柄一定要等到它黄才收 还是像你这样的预律就可以 柿柄是要硬 它不可以软 但是最好是黄 这个是 应该是可以吃的 但是还有一点点色口 最好是变黄 那变黄的那个是 凉的时候开始变黄 我们那个 我有没有时间 我还有没有时间 可不可以给你们发问 有啦 有啦 好 来 请问好 刚才那个洛神花 是整个花连纸一起去煮吗 没有 有 要先拿起来 那我们 那个纸拿起来 就可以当粉子了 有没有时间 没有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种子 你不当种子的时候 你下去煮 变成果胶 好 OK 果胶你要不要撈起来 要啊 不然里面都纸 定屁股 你要怎么吃 我们要拿起来 然后呢 剩那个水 你把它秤烫多少 我们再来个比例 比例表 好 我们把这新鲜洗干净的 倒下去 开始煮 糖 什么都倒下去 煮好就是 你们刚才吃的那种东西 如果你要放过冬 明年夏天春天都没有了啊 我把它抹干 我把它阴干 就变成干的 墨西哥店也都有在卖啊 我们把这个储存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煮水 煮水以后 这个东西还可不可以吃 可以啊 我们这是烂烂的 就是软软软软嘛 我们来做果酱 那果果酱怎么做 我们还是把它的 因为每一个人口感不一样 它的糖度的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有的吃很甜啊 有的吃不甜啊 我说它很甜 我们老公说 没有味道啊 我们就已经咸到死了 他说没咸 我拿咸来煮 那个是每一个人的口感不一样 所以你要自己去弄水啊 都要怎样 然后呢 整个都可以 整个都可以 然后你刚刚就说那个 种子 这个可以 这个就是种子 你要留种子 这个种子 你要留种子 这个种子 那我刚刚回到第一个 刚刚开始 就是说泡水一天 泡水一天 你看到浮在上面的 你要不要 可以不可以种 不可以 空心 对 我的经验啊 我的经验啊 但是有的人想要试啊 可以 你把它捞起来的另外种 你把它捞起来的另外种 沉下来的另外种 一个礼拜以后 看哪一个会 不一定啊 浮起来的不一定 它不会 不会 不会 种出来 但是我的经验是 浮起来很少 一两支而已 对 打极了嘛 就是会捞起来 所以你这个种子啊 你看 我们 它熟成嘛 刚刚我们萧师傅说的熟成 熟成不一定啊 熟成有时候就是 因为它开起来是这样子嘛 开起来是这样子 这一排 比较熟 可能它太阳光晒到比较强 或者怎样 那有一边就没有 所以你拿出来的种子 有黑的有白的 基本上的常识是 白的这个就没有熟 白的这个只是没熟的 黑的才是熟的 所以就是你们在看 泡水的时候 第二天 涂起来的 你要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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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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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你這個是蜜乳蘋果花 可以吃 這個是白的 家裡開了很多朵 可以吃 曬乾也可以新鮮 可以炒薑 是黏黏的 吃起來黏黏的 一根根的 粗粗的 基本上 鱷神 仙人掌是可以吃的東西 所有品種都可以吃 基本上 但是有的說比較特別 你剛剛說 國交 組一組 那你沒有全部用完 可不可以裝過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動起來 動起來 可以很久 對 動起來 那個省區在哪裡 還在哪裡買 這個 對了 你們要買這個 我特別請我子女寄過來給我 我之前 我今年年初回台灣 帶了十幾個回來也分不夠 後來我們就有人 等一下去那邊買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我今天拿百幾個來 今天沒有百幾個人 對 你們一個人買兩個 我跟妳講 弱神花是鹼性 鹼性 它是 我們口是酸的 所以 胃酸過多 基本上它是糖來的 糖才會變成酸 吃到我們胃裡面是酸嘛 糖是酸性 所以糖 就不要放太多糖 那它想吃 你就搭配梅子 不要放糖 好 煮起來搭配梅子 不會 我告訴你喔 很奇妙喔 我喝檸檬汁不加糖 我加什麼 我加酸梅 它也完全不酸 我很怕酸啊 我牙齒不好 很怕酸啊 還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秋葵 嘿 請說 秋葵怎麼都是小小的 我看那個 你的土是什麼土 沙土 完全沙土嗎 好 你要完全沙土的話 你要加一點黏土 要改良它 完全黏土你要加一些沙 我們家是半沙土 因為秋葵它種水 你沙土太沙 它水吸不住 完全流掉 好不好 請問一下 那個秋葵流種子的話 它已經長這麼大了 是讓它在樹上乾掉 還是太陽之下晒 沒有 你在樹上讓它黃掉了 你再拆下來 你拿下來可能都還沒有熟 請問我們家的百香果子開花不結果 為什麼 百香果子 那就是沒有受粉 沒有螞蟻啊 螞蟻不夠力量啊 力量不夠 你要人工去受粉 那個要另外開課啦 另外開課 因為我沒有東西告訴你 它那個土要普通的 怕聽收油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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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怕聽收油 對 那個我們 還有沒有時間 那個先生來了 徐先生來了 沒有 還有時間來 請說 還有沒有人要問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了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怕在後面有人啦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有關洛神花 因為我有成品可以告訴你們 有關洛神花 因為它一年生嘛 那你需不需要換洛神幫助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一年生對不對 可以在換洛神花 還是要換洛神 哇 你這個很好的問題耶 所有的植物都會有生命嘛 那你生命就吸起這個地的養分嘛 所以它就是要休耕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今年種在這邊 你明年種在別的地方 這個很重要 你說對了 這很重要 我去年種這裡 我今年就不會種這裡 我就會變種別的地方去 不是有的東西是多年生 它就是一直在那邊 那是好問題 對 最好 最好 這一年生的東西最好都是要 蔬菜也一樣啊 你今天在這裡種菜頭 你明年不可以在這裡種菜頭 你種菜頭 你的菜頭絕對不會大顆啊 就是 對 你可以種別的東西 比如油菜啦 比如橄欖菜啦 還有什麼東西要那個 苦瓜 你今年在這裡種苦瓜 我今天就一隻而已 我只可以直接種啊 那你明年不要種苦瓜了 你明年可以種菜瓜 我先問你喔 我去年有一個絲瓜喔 它沒有死掉 冬天它沒有死掉 結果今年又開始長葉子爬爬爬爬 這都不太開花了 因為它是一年生的東西啊 它不會再長起來了啊 就葉子一直爬一直爬 對對對 它就吸收養分的長在你的葉子上面了 對 還有人家說那個絲瓜露是怎麼長的 喔 絲瓜露啊 絲瓜露啊 絲瓜露就是這樣子 OK 你是不是種在地上呢 你這樣子長起來了 長上來了 OK 長上來了 我要拿一個比較大一點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現在齁 你的那個不開花的絲瓜齁 就把它收絲瓜露好了 對對對 我就是這樣 OK 你這樣子長對不對 對 這個土嘛 長起來 你從這邊剪掉 大概多高 一尺高就可以了 一尺到兩尺 一尺兩尺都可以 你的豚子可以把它拗來拌 瓶子 這瓶子 好 你就把它拗來 有一個人跟我 我跟他講完了以後 他已經把我前面講的都忘記了 咬起來 我這個就要把它弄下去 它會噴水嗎 會啦 頭一天第二天的陰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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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水啊 他就地上這個就沒了 我還是要澆水喔 地上水 當然當然 你不可以是這樣剪下來 用這一根來 你是要滴上這一根來 頭腳這個把它拗來 要把它拗好 不要有細菌喔 因為這個絲瓜露很好用 可以退燒 用保鮮膜包起來 對對對 把它用那個保鮮膜包好 不要給它那個髒灰塵 什麼放進去 絲瓜露 現在在講絲瓜露 然後這樣子慢慢慢慢它就 就會弄得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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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絲瓜 然後跨路才會 會有那個水滴到裡面來 不要不管它了 蛤